好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主要是上這個 第14頁在我們要講這個概念是 死害犯跟危險犯 那關於這個死害犯跟危險犯 其實我必須說啦 國家考試考的還算蠻多的 尤其大家其實有時候在念刑法分則的時候 其實像 社會法醫的犯罪公共危險罪章 其實危險犯考的概念頗多 那危險犯的一個區分喔 這個在國家考試來講也是非常的重要啦 所以呢這個部分可能同學要多加的留意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課本第14頁 那這邊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死害犯跟危險犯的區分 那關於這個死害犯跟危險犯的區分呢 他區分概念是這裡有寫到 法醫或行為客體所受到的侵害的程度啦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如果是死害犯的話 應該是造成一個客觀可見的損害 比如說像殺人嘛 你就會看到比如說有一個被害人就是死在你面前 那基本上是活生生的 發生的在 我們一般人的面前 所以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 這叫做死害犯 所以你看他這裡有寫到就是說 死害呢是指行為必須對行為客體造成客觀可見的損害 那這時候才能成立計稅啦 那所以呢我們刑罰對於死害呢原則上是有處罰規定 這個叫死害犯 所以像271條 殺人罪呢 他一定是死害犯 一定要造成死亡的結果發生 所以這個部分請同學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再來呢危險犯的部分呢比較重要 所以危險犯的部分呢 我們先抄個版書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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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學先抄一下版書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14頁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危險犯的我們是認為說 危險是只要對誰的 法義或行為客體造成一個危險的狀態 其實各位同學應該可以了解就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是危險犯的話 那其實就是 只是造成一個危險 那危險我們是看不到 對不對 因為他不像死害犯很活生生 的發生在我們的面前 可是危險呢我們是感受得到的 比如說像發生火災 雖然說也不是燒到 自己的家裡 可是是在 比如說 鄰近的一個 鄰居 發生火災 那這個時候可能對公共危險 有造成危害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所以呢我們是認為說這個 危險犯呢是指 所謂的行為對法義或行為客體得起 一個危險的狀態啦 然後他這有寫到 無帶死害結果發生 急成立犯罪 急成立犯罪 所以換而言之認為說 對法義的發生的危險 作為處罰的一個依據 那這個叫危險犯 那危險犯呢 依照危險的狀態 又可以分為兩種 那這兩種呢是蠻重要的 請同學可能要稍微把它畫起來 第一個是具體危險犯 第二個是抽象危險犯 其實我覺得國家考試呢 不論你是考選擇題或深論題型 來看的話啦 我常跟他講就是說 危險犯這兩個 一定要記 一定要記 抽象危險犯跟具體危險犯 這兩個的一個定義的差別 一定要背 不是背啦 就是至少要理解啦 那我們看一下具體危險犯呢 具體危險犯他認為說 具體危險犯的具體危險 事實法一發生可能達到具體現實化的程度啦 那由於這種危險呢 是一個構成要件內容 那必須要發生侵害結果的可能性 始如當之 那後面的這段話呢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說 因為由於在說 條文裡面他有規定說 一定要自身點點的危險嘛 一定要產生一個危險的結果 所以他認為說 因為這屬於構成要件事實啊 所以具體危險犯呢 是否存在呢 必須要加以證明跟確認 你不能以某種程度的 假定或抽象倚族 最後面畫起來他這有寫到 對具體危險的一個判證明跟判斷呢 事實成法院應該以行為當時 是客觀的情形 已經以判明的一個 英國關係為依據 用於認定行為是否發生侵害法醫的可能性 所以呢其實 由於在於說 因為如果你是具體危險犯的話 具體危險犯呢 通常呢他條文會寫 自身電源危險 那就代表說他一定要產生一個危險的結果 通常我們認為說這應該是危險的結果 對不對 那有沒有產生這個危險結果 因為由於他構成要件內容嘛 對不對 所以呢這時候呢有沒有產生危險 的結果 必須要由法院來加以確認 所以這叫司法 認定的危險 就這麼來的 OK 具體危險犯為什麼叫司法認定危險 理由在說 他一定要客觀上要發生一個危險結果嗎 那到底有沒有產生危險結果 這個是要由法院來加以確定的 要證明跟確定的 所以呢這叫司法認定的危險 司法認定的危險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同學稍微的留意一下 OK 那後面他有寫到 所以呢 原則上呢 具體危險中的具體危險 是作為 結果的危險 有沒有 你把他畫起來結果的危險 所以呢我剛才有講過嘛 就是說如果你是具體危險犯的話 一定要產生一個危險的結果 危險結果 那有沒有危險結果 誰來判斷 法院 所以他叫司法認定的危險 麻煩大家注意一下 他叫司法認定的危險 那一般而言呢 具體危險犯在刑法分則呢 通常會用什麼方式來呈現 來畫起來 危害公共安全 足以發生點點點危險 引起點點點危險的字樣明示之 所以他會有這些 這些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什麼 形態產生 就通常會寫自身點點危險 最常看到是自身點點危險 有所謂 足以危害什麼什麼安全 引起什麼什麼危險 這個字樣來明示之 所以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呢這有寫到 有之可之我們就幫你整理 具體危險的是否產生呢 那應該要造成一個 限於危險的結果嘛對不對 那有沒有限於危險的結果呢 這個部分呢必須要由 法官來加以 確認 所以你把它畫起來 所以法官在個案中呢 應該審查說 這個 事實上對於這個法律的保護呢 有沒有怎樣 這個所謂的存在密接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通常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三的部分呢 法條的一個立法模式 通常會寫自身點點危險 所以呢這也麻煩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102年台上至 3977號判決 他都有寫到 184條呢 比如說像 我們刑法184條 可能可以看一下184條 184條我們看一下 怎麼樣 184條他有寫到啦 損壞軌道 燈塔 標誌或以他法 自身火災 火車 電車或其他 水入空 公中運輸航空機 往來危險 所以呢 各位你可以發現嘛 184條他怎麼寫 就是說 損壞 軌道 然後燈塔 標示 以他法 自身 你把自身這裡畫起來 所以他有自身火車這些 公中運輸航空機嘛 往來危險 所以重點他在說 要產生 往來的危險 所以他有寫自身 往來危險 所以這應該是 具體危險犯 所以 這個102年的台上至 3977號判決 認為說 184 他有寫自身往來危險 所以呢 這個自身往來危險 他是構成要件要素嘛 所以呢 應該是一個具體危險犯 不是抽象危險犯 所以呢是否該當本罪呢 需要 需要一個 積極的事證 來證明有不發生 危險的結果 你不能以抽象籠統的說 有危險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 具體危險犯的判斷 具體危險犯 判斷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是 抽象危險犯 那抽象危險犯呢 其實我常講 抽象危險犯跟 具體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在這裡說 抽象危險犯 他是 已經被推定的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他有寫到 抽象危險犯呢 著重是行為本身含有侵害法醫的可能性 而被禁止太陽 所以他著重的是行為本身的危險 所以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說 抽象危險犯呢 他著重是 抽象危險犯他著重是危險的行為 他著重是危險行為太陽 OK 他著重是危險的太陽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他著重是 危險行為的 危險行為本身 所以他認為說 所以他認為說 此種抽象危險不屬於 構成要件的內容 那他認為說危險是怎樣 只要事先預定 某種行為是 具有可罰性的違法依據 就好了啦 比如說你有危害公共安全嘛 不論事實上有沒有發生危險 亦有該行為罪極成立 你把他畫起來 亦有該行為罪極成立 那就代表說 只要有危險的 只要有這個行為就好了 其實我從 通常我覺得 不要看定義的話啦 通常我會跟同學這樣解釋 就是說 其實相對於具體為難 通常 具體為難條文會寫 自身的危險嘛 對不對 所以呢有沒有產生這個危險的結果 必須要由 法院來加以判斷 可是相對來講 抽象危險犯呢 是立法者在立法之時 他就已經做好推設 推定了 他認為立法者可能看的都很多個案 他抽絲剝繭他覺得說 大概做這樣的行為就有危險性 所以他在立法的時候呢 他就只寫危險的行為 就是你只要這個行為 其實就有危險性了 所以他這有寫到 就是說 亦有該行為罪極成立 所以呢其實抽象危險 他本身比較偏向行為犯嘛 你只要做行為就成立啦 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說 只要證明行為存在 而行為不是想像或預測的 即有抽象危險 那構成要件的行為呢 是具有可罰的一個違法性 所以他認為說只要有這個行為就會構成 只要有這個行為就會構成 所以呢他這有寫到立法者所擬制 或立法者所推定的危險 那這個危險跟程度呢 是立法者所做判斷 所以呢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抽象危險相對於具體危險來講的話 抽象危險他是立法推定的危險 就立法者在 立法的時候他就已經設定好 就是說做這個行為就有危險性 做這個行為就有危險性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OK 那他這有寫到了 乃立法所謂的擬制或推定的危險 所以他認為說 著重的是行為本身的危險 那是抽象危險的一個 判斷 所以他是危險的行為 危險行為 所以他這有寫到立法推定的危險 所以呢可能通常要稍微說一下 我們統整一下 具體危險犯著重是危險的結果 通常他條文會寫自身電人危險 那有沒有自身電人危險 那必須法院來判斷 對不對 那抽象危險犯呢 他著重的是危險的行為 就是說 只要有這個行為 就很危險 因為立法者在寫的時候 在立法的時候就已經 就已經設定好了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叫 立法推定的危險 OK 所以呢有此可知 你可以看到 抽象危險犯是立法者依照 一般的經驗法者 所做的一個判斷 那判斷某種 所謂的行為方式 所謂的對法律侵害是 具有 損害的危險性 及風險性 那 抽離出來這個行為特徵呢 把它做為構成要件 所以我剛才講過嘛 就是說立法者看了那麼多個案 他抽絲剝險 他覺得說做這個行為就有危險性 看到 那第二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法官在所謂的審理上呢 只要檢驗行為呢 有沒有符合構成要件的描述 即可成立 抽象危險犯 所以呢 他認為說法官在審查案件裡面 他的想法會比較簡單 就是說 只要你有這個危險的行為 我只要判斷你有行為就好了 那因為這個行為已經是被立法者在 立法的時候已經推定好了 就是說 你只要這個行為 我就認為說 你是危險的 OK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部分只要 有這樣行為其實就會成立抽象危險犯 所以 其實抽象危險犯的沉醉機率會比具體非常高 為什麼 因為抽象危險犯我只看行為嘛 我不看結果嘛 對不對 我常講嘛 沉醉機率高低跟什麼有關 那個犯罪構成要件多寡有關 你如果犯罪構成要件越多 那代表說沉醉機率越 越低 可是犯罪如果假設犯罪構成要件越少 那其實沉醉機率越高嘛 那抽象危險相對具體來講 他很簡單他只要做行為就好了 所以他沉醉機率這樣高 那相對來講我換這個角度講 那抽象危險跟具體危險哪一個比較靠近實態犯 應該是具體危險因為他多一個危險的結果 所以他會比較靠近我們可能 可見的損害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他會照出一下 那第三個部分他要寫到 那立法者呢通常在立法模式時 通常會寫點點的危險行為 由此可知 抽象危險的一個根本不看 個案中有沒有遭致這個危險 只要符合行為太陽就成立 比如說像這裡我們有寫一個條文 來173條 173條呢這個是放火罪啦 那我常常跟他講放火罪在國家考試裡面 他算是一個蠻傳統的考點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大家注意一下 173條一項 那173條一項他這會怎麼寫 就是說 放火稍微限公用使用之住宅或限永所在之建築物 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工水入空 公眾運輸之周常劑 那這個部分是所謂的放火罪 那放火罪你可以發現 他其實就是你只要 只要行為人他做 放火燒毀 限公人使用之住宅或限永所在之建築物 礦坑火車電車 或其他工水入空公眾運輸行器 只要做這些行為 他就具有危險 所以這叫抽象危險犯 這叫抽象危險犯 OK 所以麻煩大家注意一下173條一項 這個是抽象危險犯 那其實這裡當然就有我們進階會有個問題在說 那抽象危險犯可不可以推翻 所以這個 這個隱身而來的問題在說因為他是被推定的 對 抽象危險犯是被推定的 那請問這個推定可不可以推翻 行為人 可否 舉 正 推翻 立法推定 那很多人說老師這個在想什麼意思啊 比如說我們剛才是不是有帶會看173條 對不對 173條他是放火罪嘛 而且是放火限公使用之住宅 那國家考試呢曾經有考過說 假設他今天是一個農舍 對 那農舍大家都知道農舍可能方圓呢 比如說三公里內都是農田 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有一個人他就今天呢去放火稍微一個有人居住的農舍 比如說這個裡面是有人的 他就稍微一個有人居住的農舍 OK 那問題來了 就是說請問這樣有沒有構成173 這樣有沒有構成173 各位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抽象危險犯在這裡呢能不能推翻又有兩縮 一縮叫行事縮 一縮叫實質縮 那行事縮的部分呢來我稍微寫一下版書 ある院不是的 今天這個焦物 是非常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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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稍微讲解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里有讲到 就是说可不可以推翻 立法所推定的危险啊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抽象危险犯 他本身只看行为嘛 就像173条 我们刚才已经代表人看过了 对不对 173条只有写什么 放火稍微限公司 使用住宅 或现有所来自建筑物 换根火车 电车 或其他工水入空 工中衣航空器 OK 只要做这些行为 就会构成 可是问题在说 173条它本身是一个 社会法义罪章 公共危险罪 那国际考试 有时候 有些老师很喜欢出这种题目 就是说 如果假设 他今天放火稍微一个浓舍 虽然说 这个放火稍微这个浓舍 他的行为的确符合173条 的条文 因为173条条文是怎么写 你只要放火稍微限公文使用 是住宅 对不对 那这的确是一个 有人居住的住宅嘛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你是采 所谓的 抽象危险犯 我们刚才有讲到 有分两说 一说叫刑事说 刑事说的想法认为说 只要你符合犯 最构成要件就已经成立了啦 不能推翻啦 对不对 如果你每个人都要推翻的话 那抽象危险犯 跟具体犯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所以如果采刑事说的话 这个部分会变成说 不能推翻 那他还是会成立173 本案就会成立173 OK 那实时说呢 他的着重的点 正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认为说 你抽象危险 你本身还是要危险 对不对 那像这案例里面 他认为说 放火稍回一个方圆三公里 都是农田的农舍 请问这样的行为 有侵害到公共危险吗 有侵害到公共危险吗 附近都没有人 哪来公共危险的侵害 你要烧到谁 稻草人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是采垂的实时说 来看的话 认为说 虽然说他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可是你还是要去检验 有没有符合立法 所推定的危险啊 他认为说 你还是要先检验一下 你有没有符合立法所预定的危险吗 如果你没有符合立法所预定的危险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构成的 OK 那这里当然就有两说啦 那各位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是采垂实时说来看的话 OK 你如果采垂实时说来看的话 那173条就不会成立了 对不对 173条就不会成立 那如果你是 因为他认为说 那很多人说 老师那不成立173 他就无罪了呢 对不对 各位想法不要那么狭隘 我只是说他不成立173条 因为173条 他如果采垂实时说来看的话 他认为说 你没有造成公共危险啊 你没有公共危险怎么会构成173 你懂我意思吗 他认为说应该是不会构成173啊 那他认为说应该只能构成什么 353 因为353是什么 353是毁损建筑物罪 他认为说你不会构成半火罪 可是你至少会构成毁损建筑物罪 大家来看一下353条 353条 来我看 来353呢 他有写到啊 就是说损坏他人建筑物矿坑 传建制令不堪用 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个像 他认为说好像半火稍微浓舍 虽然说没有造成公共危险侵害 可是毕竟这个浓舍是别人的啊 那别人的浓舍你把它烧掉 那至好还有侵害到人家财产法益嘛 所以他认为说只能构成353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其实就像黑板上所写的 这个立法推定危险 就是抽象为了立法推定危险 能不能推翻 其实这个在学说上有两说之争 一说是形式说 一说是实质说啦 OK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的实物见解怎么讲 好不好 OK 首先看一下16页这里 各位看一下那个 最高法院97年台上 731号判决 那其实这个近年 其实我必须说啦 最高法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有写到 虽抽象危险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但对抽象危险是否存在呢 之判断仍有必要啦 所以呢 所以各位你看到这句话 你可以觉得说应该他是才什么说 实质说 对不对 虽然说立法 所以抽象危险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但对抽象危险是否存在仍有判断的必要 就代表还是要去检验危险嘛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说 即以行为本身是一般情况 或一般社会的经验 为依据 判断行为是否存在抽象危险 只能确定有没有立法推定的危险 可以啊 所以呢如果才这个见解来看的话 他显然是才实实说啦 实实说 那其实呢 像这种案子 为什么后来在实务上会引起很大的纷争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在民国大概100年左右啦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食安崩暴 黑心油事件 那黑心油事件呢 那时候最有名就是那些什么 黑心油公司 他制造这些黑心油 那问题啊 就在说 因为当时是用食品安全管理法 他里面有写到什么 参委啊 假冒啊 什么添加未经中央许款的一个添加误罪 现在是食安法49条啦 那当时呢 其实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黑心油公司所请的辩护人 其实各位你可以想一想 这个黑心油公司 他毕竟是财团啦 那他请来的辩护人 但也不是等闲之辈啦 通常有的都是 实务经验 至少是十几年以上的啦 甚至有司法官的一个资历 所以呢 当时呢 这些黑心油公司的一些辩护人呢 他在打这个诉讼的时候呢 他们就打一个点 就是说 虽然说食安法49条 感觉是写什么 参委啊 假冒啊 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所 许可添加勿罪啊 虽然说感觉看起来 是一个抽象危险犯嘛 对不对 那行为人的一个 他说 他们的油品的确验出来 是有假的 因为有的混什么 什么地沟油啊 有的没的 反正就不是 百分之百感染油之类的啦 那可是这些辩护人呢 他就主张一个点 就是说 可是庭上 虽然说验出来的成分 的确是有假冒或参委 可是呢 由于这个食安法49条 他是一个抽象危险犯 所以还是要判断 有没有这个危险嘛 对不对 那他们就要求呢 鉴定嘛 他说 我们这里又有一份报告啊 报告是显示说 我们的油品呢 对人体呢 都武害 是安全的 那请庭上呢 可能审酌这个部分 其实他主要在打什么 他主要就打 最高法院这个概念嘛 对不对 虽然有立法推定的危险 可是对于这个危险存在 人有判断的必要嘛 对不对 虽然说你证明说 这个油的确有添加 它假的油 添加其他的成分 可是这个油无害啊 这个油喝下去 不会怎样啊 对不对 那当时呢 当然这个案子呢 就进到像智慧财产法院 智慧财产法院是 二审 二审等级 他是跟高院是同级的哦 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智慧财产法院 已经不是叫智慧财产 单纯叫智慧财产法院了 其实有人就简称叫智慧高法院 为什么智慧财产商业 啊他其实高等等级 高院等级 所以叫智慧高了 OK 那在里面的法官智慧都很高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十七页这里有写到哦 那这里呢 其实嗯怎么讲 他们就被 等这个毕竟啊 我比如说打这些 诉讼的这些辩护人啊 其实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两把刷子啊 所以后来呢 你看到我们的法院哦 智慧财产法院他就写到 哦 所谓的实质说认为啊 即使抽象危险办呢 仍然必须建立在危险 呃实质危险的基础上 所以因此判断呢 之际呢 应该做出实质危险的判断 你把它画起来 哦 就是说实质 实质说是认为说 哎就算你抽象危险 必须要有所谓的实质 的一个基础上 所以他认为说应该是做出实质的判断啊 所以他认为说 即便是抽象危险 必须建立在实质危险基础上 哦 在判案 呃 个案的判断上呢 必须做实质的危险判断的 一个日本学说 哦 自为可彩 那所以呢 其实我必须说啦 就是说因为 智慧财法院他 毕竟他不能备于最高法院的想法嘛 因为最高法院 他本身是才实质说 所以呢 我记得这种案子 后来在高院 在智慧财法院里面 他都认为说 啊那这个部分 呃 由于 呃 虽然说有仓委 成分是有仓委 可是呢 这个成分呢 对人体无害 因为他们可能有去做鉴定啊 那所以后来认为说 啊没有这个 所谓食品的危险啊 所以最后都判无罪 不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其实 我们很多一般普罗大众 看到这个报纸新闻之后呢 都会觉得说 诶 那 那那那这些黑心油公司 他就这样 没 无罪了 这怎么对 对不对 甚至那时候就有人讲说 啊法官你头脑是装石 还是什么装石头 黑心油可以喝吗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社会 有一份氛围说 这个怎么会判无罪 其实他们虽然说 这个食安法是判无罪 可是他那个 诈气的部分还是会判 因为毕竟他是有私刑诈数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后来实物见解是 有一个新的实物见解啦 你可以看到 那个18页这里 来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18页这里有一个最高法院 105年第18次刑刑决议 OK 105年第18次刑刑决议 那这个有个院长提议啦 你看一下 因为当时就是社会氛围闹得太大了啦 所以我们最高法院 因为毕竟这个火是最高法院点的嘛 对不对 这些下级审法院 这些智慧长法院或高层法院 他为什么判无罪 还不是因为你最高法院实财 实实说 认为说要实实判断 对不对 那既然火是最高法院点的 那你最高法院来灭嘛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院长提议啦 OK 来这里院长提议呢 他有写到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一项 参为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误罪啦 其成立与否的判断呢 是否只要行为人之行为符合犯罪所所规定的一个过程要见即以该当 那各位你可以发现这段话其实它是什么 形式说 就是只要符合行为就构成 那这叫形式说 OK 抑或呢行为本身是一般情况或一般社会的一个生活经验为依据 判断该行为是否存在危害国民健康之抽象危险 使客当之 那这个是据实质说嘛 所以呢其实他就是把那个抽象危险的形式说实质说拿出来做判断 那我刚才有讲过 其实那时候在开这个决议的时候 我觉得啦 各位社会氛围其实已经批判什么说 实质说嘛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下级层法院 这些智慧财法院高层法院 他们就采实质说 所以认为说不构成实案法四九条 那最高法院你出来探讨 你觉得结论会采实质说还是实质说 我那时候其实是为 他们还没有开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猜了 风向来讲 实质说被骂得那么惨 那一定要改采什么说 刑事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最后他的确是改采刑事说 假说 假说最后呢十九页这里我们有办法发现 他认为说 只要在食品中参卫或假冒或添加为经中央主管居官所许可添加物 即有立法推定立法拟制的危险 法院无庸为实质判断 你把他画起来 就是说只要在食品中有参卫假冒 那就有立法拟制的危险 你法院不用再做实质判断了 那显然是才怎么说 刑事说 可以了解吗 显然是才刑事说 所以这个部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OK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后面再来是二十页再来是四格犯 其实呢四格犯呢 我常讲就是说 在我们的一些条文里面 通常有时候他不会是像写黑板上这样的 什么所谓自身电源危险啊 或点点危险行为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反而是会比较写像是什么 比如说足以发生点点危险 那各位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足以也不是说一定产生 因为字是代表一定有嘛 对不对 它是写足 那所以呢这里呢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学说上呢 其实我们现在认为说它叫四格犯 甚至有人是写四性犯 四格犯或四性犯 那关于这个四格犯或四性犯呢 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二十页这里啦 其实呢它这里有写到就是说 抽象危险跟具体危险最大差异 在危险的一个性质不同 抽象危险的一个 抽象危险犯的危险 是行为属性的危险 对不对 那具体危险犯的危险是 结果属性的危险 所以我刚刚讲过啦 其实你如果要从这个 行为属性跟结果属性去判断 也OK 抽象危险犯只要做危险行为 那具体犯要做 要产生危险结果 对不对 所以它认为说两个 其实属性上不一样 所以其实它有看到嘛 对不对 如果条文是有写自身人危险 那是具体危险犯 如果没有就是抽象危险犯 那它认为说抽象危险犯 但是有点比较前置化的 一个处罚嘛 对不对 恐吴造成任何罚业侵害 也在处罚之列啊 那具体会上有造成危险状态啊 因果关系 哪里证明 有可能免罚 所以它认为说 其实两个各有好处啦 各有好坏啦 抽象危险犯 我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它沉醉很快嘛 因为只要做危险行为就好了嘛 可是你这样沉醉几率太快 会不会侵害到人民 对不对 动辄得救啊 也不太好啊 我们刑法是最后手段性耶 对不对 不要随便都动用刑法啊 可以哦 那具体危险犯呢 它又认为说 你要产生危险结果 有时候又要判断那个因果关系 又有点难证明 所以它认为说 有好有坏 那这时候呢 其实当时我们就很多学者 或是立法者就在想 有没有一个 介于这中间的一个类型 因为抽象危险犯者 做行为嘛 具体危险犯者要有结果嘛 哎有没有一种中间的柔和的情况 所以他这有写到啦 所以他认为说 为了节制呢 处罚过宽 或是避免处罚过延不合理 所以这手则透过 四性犯来缓解 所以四性犯 它本身是介于抽象危险 跟具体危险中间的一个类型 看到 所以呢你看到 所谓的四性犯呢 是指 行为人所为的行为 必须足以发生侵害四格性才能处罚 所以呢其实我常讲 四性犯它本身是比较偏向行为犯 只是它有要求行为的程度 OK 我常常会把它解释 我说足以发生点点危险 这个不是结果 这是行为的程度 OK吗 这是行为的程度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他有写到 就是说 应该呢 是 就是要看行为程度 所以他认为说 一级在构成要件判断上呢 应该从个案呢 去评价行为人的行为 行为强度 是否 在这个过程中 有侵害到所预保护的 侵害到所预保护的课题 之或法医的可能性 那至于行为 有没有产生这个结果并非所问 所以各位要记得 四格犯 就是有足身点点危险 它不是要求结果 它是要求行为的程度 必须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好 所以我常讲 抽象危险具体危险 它其实我刚刚有讲过 有好有坏 所以呢后来我们实物上 就发展了一个概念叫四格犯 就是在中间 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抽象危险的行为 只是它有去做行为的程度做界定 所以它这有写到就是说 重点是在近乎于抽象危险的一个行为属性 所以它不是具体危险的结果属性 所以我刚刚讲过它是行为程度的要求 所以它认为说只要构成要件中而有明白表示 足以的要件 比如说像伪造什么刑法上的一个伪造文书罪 足身损害公众后他人 这个叫刑事四格犯 其实它好分刑事四格跟四十四格 刑事四格其实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说你从法条就看到足以两个字 这个叫刑事四格犯 那如果假设构成要件没有揭示 个案的犯罪呢在解释上呢 应该要合自于足以的要件的话 比如说像168条违证罪 他有写到与案情有关系与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事项 是指事项的有无足以影响裁判的结果而言 或是同法168169条误告罪的一个成立 必须是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 阻使阻使所谓的被误告人 受有所谓的刑事处罚或是惩戒的危险 那这叫实质四格犯 就是说条文是看不出来足以这两个字 可是他有要求说你的程度必须要有 就是在解释构成要件上 他认为说要足以怎样 所以他认为这叫实质四格犯 所以他认为说四心犯呢在刑法的规定上 乃至处罚行为实 行为人的行为实 不仅因为行为造成侵害法医的危险 而且要到达一定的危险规模 才能加以处罚 所以他认为这个部分就写到了 就是说应该要以这个来做要件 那其实像我们268条 286条 其实他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其实可能同意注意一下 所以解析上我们有写过 四格犯是说条文有写什么 主义怎样之类的 那只是前面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其实讲的我觉得讲的很清楚了 已经把它讲很清楚了 OK 那286条 其实286条在以前 他是写什么 自防爱 其实你可以如果看刑法286条 就是宁虐孩童 那宁虐孩童在最早以前 最早以前就像我们这有写到 在民国24年1月1号所定立的那个刑法286 他是写说 对未满16岁男女呢 是以宁虐或以他法 自防碍其身心 身体自然发育者5年下有几十年居或500元下罚金 那以前是要求自防碍 那自防碍就代表说你一定要防碍到他的自然发育 可是我必须讲啦 就是说宁虐孩童 假设我今天不给小孩子吃喝啦 让他不吃不喝 那你要说自防碍他自然发育 那你必须要去证明小孩子 他自然的发育是怎样的程度 听得懂意思吗 比如说今天我不给小孩子吃喝 造成小孩子呢 瘦得皮包骨 可是你要有一个证据去证明说 那如果他造三三吃喝他可以长得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啦 就是以前286条是写自防碍 其实在那个年代 以前是比较难成立的 因为基本上被告的辩护人都会主张说 那你必须要先 必须我们要先证明啊 他的自然发育的情况是怎样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 大概真的会成立那个286的 大概只有那个我小脚啦 就是把那个女生的脚呢 怎样用那个布缠起来 然后三寸金脸 就一般人的脚不可能那么小 可以吗 那那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是觉得那个比较明显啦 那你如果说其他的 比如说我不给他吃喝 或是病不死疗 就是他生病不医疗他 那我也可以讲啊 就是说他 这个本来他就可能有 那个生病的危险啊 对不对 这也不是我造成的啊 所以这个我只能跟他讲 就是说以前是写自防 防碍很难证明 那现在呢 我们后来为了保护孩童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改成是怎样 足以防碍 哦 足以防碍哦 只要你有足以防碍就好了哦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 这个是第11页这里 OK 那现在就觉得咱能是做什么事就是我们这样的事都能有关系的事